將會在明年一月舉行的 萬千聲輝頒獎典禮 這天就公佈各個獎項的候選名單 憑大熱劇集金蕭大廈獲提名時代事後的 陳生聰和李施華又有沒有信心獲獎呢 很開心的 其實都感受到大家的支持 還有你第一次提名 最佳男主角 是啊 因為你 我提名了很多年 所以今年很大機會 我以為可以突胃而出 但是山聰老婆就好像 不是好看好山聰可以拿視帝 我剛才出門口的時候 我老婆今天放假 她說喂 不要走 我說做甚麼 然後她就跟我說 你就是我心目中最佳的男主角 然後我說 那接著呢 她說你繼續努力吧 然後告訴我 我沒甚麼機會 沒有 她說她是看好詩華的 chao 還有 小赤 不要動 我們說 大 小赤